宝贝 你别闹啊 乖啊 你之前怎么答应人家的 你说好了一声职就要公开 老是这么偷偷摸摸的 哪天才是这个头啊 我受够了 甚至我让你受委屈了 你再忍忍好不好 等我当上大序负责人 一切就都好了 对 领导说了 南边那个办公室给咱们用 这样 我把靠窗的位置留给你 这样离我办公室也近点 行吗 那 那我要在那窗台上养花 我要把我的工位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我再买两个香薰 我给你一个 你花那钱干啥 我也闻不惯那个味儿 你买你自己就行 不行 我平常跟你买 你得给我用同款 对了 还有那个小元 你让他离我远点 我早就受不了他了 天天在工人上喷那消毒剂 呛死人 他不也是为了办公室卫生响吗 你看 他们是嫌别人脏 一天天地说自己有洁癖 也不知道看自己是什么垃圾 你不这样的 不然有没有人来喝 你觉得 我们下期见